一只白狗突然闯入女人的家里 吓得女人连忙尖叫起来 而这只狗狗欢快地穿梭着每个房间 它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可是它越来越失落 嘴里发出乌乌的声音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 它眼里充满了失望 然后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 难过地走出了屋门 这是一只拉布拉多犬 它叫小奶瓶 小的时候在树林里应追蝴蝶迷了路 被这个叫好好的小女孩收养了它 好好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它性格孤僻不爱说话 自从她有了奶瓶的陪伴 她逐渐地开心了起来 他们形影不离地一起玩耍 一起吃冰淇淋 一起睡觉 每个地方都留下了他们一起美好的时光 这天 董事的好好想给妈妈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可是她的零花钱不够 这时奶瓶给她调来一张萌虫比赛的海报 因为有一大笔奖金 好好决定参加比赛 比赛需要主人和狗狗的配合才能完成 奶瓶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边好好却在过独木桥石吓得哭了起来 奶瓶看到后立马跑过去鼓励她 在奶瓶的帮助下 他们很快完成了比赛 并且赢得了第一名 这也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生日礼物 好好送给奶瓶一个吊牌 上面刻着好好和奶瓶永远在一起 可是人生总要有分别 父亲要把好好和妈妈接到国外去 可小奶瓶怎么办呢 好好立马问道 妈妈说只能先送到天津的姑姑家寄养 等以后再来接她 在没有好好的日子里 奶瓶好像丢了魂一样 再也没有往常的活泼 她每天不吃不喝 一听到敲门胜利马来了精神 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好好来接她 她看到门没关好立马跑了出去 奶瓶决定自己去找好好 哪怕是在天涯海角 就这样奶瓶成了一只流浪狗 她累了就睡在马路边上 饿了就捡别人丢的垃圾吃 看到别人扔的食物 她刚想上去吃 却被保洁员扫走 这边好好听说奶瓶丢了 她立马从国外回到了天津 他们到处发寻狗启事 寻遍了姑姑家附近的每一个角落 仍然没有一点音讯 妈妈无奈只能带着好好回到了国外 这天 饿了五天了奶瓶看到半碗泡面 刚吃了两口 一只大黑狗饿狠狠地走了过来 吓得奶瓶连忙后退 大黑狗吃得正欢 却被两个狗贩子抓住 原来这是狗贩子设置的诱饵 此时的奶瓶见状并没有袖手旁观 而是她立马冲了上去 把大黑狗救了出来 从此这两条狗一起流浪 他们一起分享食物 过得也很快乐 直到这天 大风吹来一张寻狗启事 奶瓶定眼一看 这上面的狗不正是自己吗 他知道好好一定也在焦急地寻找自己 所以他决定立刻回北京寻找自己的主人 奶瓶叫了两声 向大黑狗道别 大黑狗把奶瓶送出了好远 最后在铁网面前他们依稀别 他们都知道 此处一别 今生在无相见之日 此时的天空下起一场鹅毛大雪 也许是上天被他们的友情所感动 不知过了多少个寒冷的夜晚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公里的路 天上的雪花变成了雨水 终于奶瓶从天津走到了北京 来到了主人之前的小区 他看到主人家里的灯是亮着的 于是他兴奋地冲了进去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一切 他知道好好早已不在这里 他也知道这里也不再是他的家 于是他只能在楼下睡了一夜 只是为了等待主人的回来 即便是这样 他仍然遭到这个女人的误解 奶瓶被小区的保安追赶 他无处可去 只能回到曾经跟好好一起玩过的公园 说不定在这里能等到好好 到了晚上奶瓶又回到小区守候 这天 这个女人的钱包丢了 奶瓶帮他找到并还给了他 此时的这个女人看到这一幕心里很感动 于是让保安不要再驱赶奶瓶 小区里每天人来人往 却始终没有好好的声音 这天晚上 行侠仗义的奶瓶发现有人偷快递 他毫不犹豫咬住小偷不放 快递小哥很感激奶瓶 从这一以后每天给奶瓶带好吃的 还准备收养他 可是奶瓶的心里只有好好 他还是每天晚上在小区等候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奶瓶的故事逐渐被小区的人传开 人们自发帮助寻找奶瓶的主人 奶瓶的心很善良 他看到流浪歌手像他一样流浪 他会叼起帽子引起行人的注意 这样让歌手赚了不少的钱 这天 奶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买冰激凌 他认为是好好便利马冲了过去 没想到被撞成重伤 快递小哥看到奄奄一息的奶瓶他很难过 带奶瓶包扎后 又把他带回了小区 他知道奶瓶只想待在这里 女人看到受伤的奶瓶心里也很难受 他想让奶瓶跟他回家养伤 而奶瓶却只愿待在这里 女人从最初的讨厌早已变成深深的感动 他给奶瓶端了一碗水 然后坐在奶瓶身边安静地陪着他 这时 奶瓶仿佛看到一个小女孩朝他跑了过来 他不顾身体的伤痛立马坐了起来 这正是奶瓶朝思暮想的好好 原来在小区好心人们的帮助下 好好得到了消息 他立马坐飞机赶了回来 好好哭着抱着奶瓶 奶瓶也安静地躺在他的怀里 终于他们兑现了那个吊牌上的承诺 奶瓶 以后 我们永远都不分开 最后不得不说 像奶瓶这么忠心的狗狗 他只是很多犬中里的其中一条 希望看到此视频的小伙伴们 哪怕你们不爱 也不要去伤害 我是坎坎 我们下期见